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该定于各部门、分支机构以及就业服务企业协调为1.12万多人创造就业机会 今年前几个月累计达近6.6万人次 达到全年计划的82.43% 同美增长21.23% 与此同时 同内省就业服务中心也收到了5000多份享受失业保险的申请 7个月内累计有3.36万多份申请 同比下降16.4% 亦发出5件多份享受补助金决定 7个月累计决定3.26万余件 同比下降10.7% 该中心还为5000多名失业人员提供就业建议和介绍工作 7个月内累计为33,900多人提供就业建议 为了降低失业率 促进该地区创造就业机会 同内省就业服务中心开展了连接工序的活动 组织各种就业交易 以增加供人的就业机会 此外 支持劳动者学习职业技能 找到适合自己技能的工作 尽快重返劳动力市场 同内省人民委员会刚刚向各部门 分支机构领导发出公文 龙庆市 便可市和各县人民委员会主席 关于加强换季空气污染控制措施的意见 其次 自然资源与环境亭 加大了空气环境监测频率 交通运输厅 主持协调有关单位 做好宣传动员 限制四人车辆使用 同时 鼓励人们增加使用公共交通 电动燃料 可再生燃料和地排放车辆 建设厅主持组织检查 督促建筑 交通 城际基础设施 改造项目的业主 管理单位和施工单位 严格落实防治和减少严惩 废弃向周围 环境扩散的措施 在空气质量污染时期 卫生厅尽头加强宣传 指导群众解决空气污染问题 保护健康 各县市要加强宣传 动员人们不焚烧固体飞物 接杆和受货后的农副产品 减少污染环境的排放和返程 2023-2024学年 越南所有63分至63个省市 维持并达到补给小学教育标准 其中有63个省市中的35个省市 被认可达到补给小学教育三级标准 增长率为54% 比去年同期增长5个省级单位 同那省教育北清厅表示 2023-2024学年 2023年7月至2024年6月 该部门建议圣人民委员会下发决定 组织检查并要求认定49所 达到国家标准的小学 其中达到国家标准一级的学校40所 9所学校达2级国家标准45级 比上学年增加3所 值得注意的是 其中有15所小学受赐获得升课 从经济达到学校数量来看 截至目前 全省278所共班小学中 有199所竞争课达到国家标准 占71.58% 同比增加3.96% 同样在2023-2024学年 省教育培训厅对该省的35所学校 进行了检查评估 并做出了对达到率解美标准学校的认定决定 正主党部队8月25日 向以色列阵地发射了数百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后 以色列方面随后发起反击 联合国呼吁各方缓和紧张局势 联合国特别协调员办公室 和联合国助理办案南部边境地区临时部队 呼吁各方停货 避免事态进一步升级 两个机构的联合声明 将最新事态发展描述会令人担忧 并表示 停火和执行联合国案例会第1701号决议是唯一的途径 也是可持续的 第1701号决议结束了2026年 以色列和郑主党之间的冲突 8月25日 肯尼亚国防区表示 一批肯尼亚士兵 已继承前往刚果民主共和国 加入联合国维和部队 已结束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地区武装团体的暴力浪潮为使命 去肯尼亚国防区报道 肯尼亚快速反应部队第四军第一批士兵 已启程前往刚果民主共和国 这支部队将加入联合国刚果民主共和国 维和特派团 其任务是稳定该国东部地区的安全局势 那里的武装团体继续遭遭骚乱 去肯尼亚国防巡城 这次部署是在联合国特派团加紧努力保护平民 改革安全领域和解除武装之际进行的 最近的观众 同那省中央电视台的怀疑新闻报道到此结束 感谢各位收看 下回